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側面的玫瑰 我上次在IG上面有答應大家分享 那今天用iPad先來跟大家講一下那個側面的雛形 那這個構圖呢 你們可以畫成像是刺青一樣的感覺 就是用線筆畫它輪廓線就好了 那之後我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的IGTV 再放一支是甜色的 水彩甜色的側面玫瑰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看完這個教學之後 可以到我的IG上面去先follow一下 應該過兩天就會發布了 因為它是側面的嘛 所以呢它的那個花心呢就會被縮小 壓扁的感覺 所以它就不會是正圓形 會是比較扁一點的橢圓形 那放的位置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是中心點 所以花心的位置可能在這個地方 一片一片小的月亮呢把它包起來 不用到非常多圈 那如果你畫得有點胖的話 因為它這邊壓扁嘛 你就可以再給它切得更小圈一點沒有關係 那再往外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變成波浪 波浪的形狀 因為它已經打開嘛 所以就捲起來 它再往側面倒的時候 會有點像是領子 就會往這個地方下來 收成領子 這樣子的感覺 另外一邊可以再往下放一點點的領子 盡量大小波浪不太一樣會比較好看 就是有一點這樣皺皺的 然後這也是一個領子 你可以跟它有一點點距離的 一直往下掉下來的感覺 但我不想要把這個花做太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外側包一個比較大的就好了 它位置可以在這個位置上 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兩片呢 我想要就是做成把它包起來的感覺 所以你就是延伸這個 延伸這個花瓣呢 把它的屁股這邊先做起來 之後呢 這裡會合起來 因為它的花包生出來 然後你自己就可以接起來了 這條線也是接起來 就是它的側面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它是正側面嘛 所以它屁股是大大的 你做完的時候 它屁股會有點胖胖的 不是上面大下面胖 因為它還沒有那麼開 它還是包嘛 所以它是下面胖 像浴巾像一樣 肚子胖胖的 頭比較縮在一起 因為它這邊是皺皺的 那側面你會看到 它原本包住的那個綠色的皮 去折下來 所以它會有一些三角形的折 去塞在這個花包的底下 這樣子的感覺 那這個位置是我們正視角嘛 所以你看到的會是胖的 然後忽然變尖 旁邊是細的 變成三角形 這樣子的感覺 也可以有一些往上的 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下面是會有梗的 會有一點點彎 但是有一點直 玫瑰花的筋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它的花筋 你可以有一點點微角度 但它不會很直角 這角度不會太大 因為它畢竟是植物 然後葉子呢 它會在分枝上 不會在這個上面 大部分的花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我在教花的課的時候 很常跟同學說 所以我們的葉子呢 是在葉梗 分枝上 所以這裡會有細細的梗 好 玫瑰是圓葉 所以它是頭尖尖的 但是屁股是胖胖的 如果是側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瘦的 一個胖的 然後用葉梗 把它銜接在一起 因為它正側面又只有一個花 所以盡量是單數的 會比較好看 那它如果比較側面往上的話 其實它會稍微瘦一點點 但是盡量三片都長得不一樣的話 就會比較好看 好 大概是這樣子的構圖 那我們來畫在假片上 像刺刺一樣的感覺給大家看 好的 我用上一支影片的那個 線型的暈染 把它稍微磨一下 變成霧面了 之後我們再來畫 玫瑰的輪廓 那我今天用Prestle的液態 彩灰 黑色 我今天戴了戒指 因為這個只有線稿而已 所以用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不用一直沾取罐子 那我們先從花心的位置開始 要把它筆順的尖尖 因為花心非常非常的小 扁扁的橢圓形之後呢 一直圍著它 一開始切的話很難切 你可以先畫稍微大一點之後 再把這個橢圓形再切更多層一點 它就會看起來中間比較複雜 有沒有 它們開始要往下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有一點波辣 往下的領子的感覺 然後你這上面不要讓它都一直這樣扁扁 它有一些起伏也會比較像花 所以它可能會有潑上去一點的起伏下來 然後這樣子的領子 加倒一點的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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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這樣的領子嘛 那另外一邊呢 角度就跟它比較不一樣 它離它遠一點 可以先這樣把它合起來之後呢 然後你就延伸這個領子 你就知道它要連到哪去了 領子都穿起來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些 三角形 分枝 不要再同一個 接口 一個上面 一個下面 葉子不要瘦 很像半折道的感覺 然後一個可能往上 角度比較上面 側面的玫瑰 其實可以再畫個更小一點 但是我要拍影片 所以我畫的稍微大一點 你們可以再斟左一下 因為你可以看更仔細 那這樣子就可以先去照燈 最終到上面 最後我們上霧面上層 好 我們出膠 側面的刺青玫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